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爸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给我外套去吧 你冷静点 把话说清楚 你压不着弄死我 你能不能有点逻辑啊 要是我想把你弄死的话 没什么会把你叫到我住的地方来 把刀放下 慢慢说 如果不是你那位是谁 没有人知道我就是好吗 你别没头没尾的 从头说 这几天 我接连接了几个恐吓电话 说要送我的剑影王 昨天 滑盆从天而降 差点打到我的头 电话号码呢 拿来看看 没有电话号码 所有的来电都是屏蔽的 我说你可真够逗的 你每天在外面坑梦乖骗的 丑人肯定少不了 你为什么会偏偏觉得是我要杀你呢 你赶紧走吧 我还有事了 这件事跟理情有关 什么 这件事跟理情有关 我死爱想去 这件事绝对跟理情有关 你看 我一般骗人的时候 是用这个好吗 这是工作好吗 所以如果那些人要报复我 一定会打这只电话 但他打呢 是这个好吗 我妈有心脏病 我怕临时有急之找不到我 所以这个号码只有我的家人知道 不 严格来说 只有我妈知道 二人是小子长东 绝对不关气 这跟理情有什么关系啊 我认识理情的时候 这只工作电话看我没电 所以我给了她这个号码 全世界 除了我妈之外 就只有理情知道 未必吧 我也知道 所以我问过你 你怎么弄到我的号码 从理情同屋那儿买的 你怎么弄到我的号码 难道 难道她也卖给了其他人 难道她也卖给了其他人 如果不是你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那天晚上 除了看见你们 我还看到另一幕 你怎么老阴魂不散 别再跟踪我 别再纠缠我 我现在的裙下沉 多如牛毛 早就不在乎以前那些事了 是吗 你真的该去照照镜子了啊 乱长相 你就一经济舱 乱身材 你就一飞机舱 我看你就一孤家寡人 不装逼 咱们还是朋友 来 百花型香水 那我也猜猜你吧 输了的人 只要答应赢的人一个条件 你懂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对 对不起 对 对不起 对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谢谢 这么快就吃完了 喂 聪明 喂 韩依 我都等了半个小时了 西川怎么还不来呀 手机也打不通 聪明可能是因为今天线号 要不就是因为堵车 你别着急 我再试着联系他 我再试着联系他 那个人长什么样 什么样的道 他要多搞 说话的声音你还记得吗 哥们 都过这么久了 你觉得我有可能记得吗 不过 我 我对他说话的方式 有点印象 有点 结巴 对 对 对不起 等等 电话里的那个人 电话里的那个人 好像有点气包 喂 我劝你 不要再骗人了 小心今后 言望也也不 不敢收你 你能不能别总好像啊 有没有是什么可以确定的 你在KTV里 看见一个带刀的人 竟然一点印象也没留下 你可真够没心没肺呢 哥们 说你那你还不服气 我告诉你 你以为KTV里 都是你们这些浪当公子哥 带枪的我都见过机会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跟李晴柳关联 KTV里融词有混账 众人多的是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要不是被恐吓 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回想起来 我觉得 这是我插到今天 听到的最重要的线索 这件事情非常小可 我们还是去找警察吧 正好我也找到了李晴的笔记本 陈队 如果我要去告诉警察 我就不用来找你了好吗 我不能告诉警察 因为那天晚上 我还做了一件事 Berink 习哥 你这个狱那么素啊 这个果都没有 都这么大啊 好 星哥 没事吧你 星哥 对不起 其实我认识那个人 牙就是一个瘾君子 有时候在山里头能不能 跟黑鬼倒脸倒吗 还跟高丽带借了很多钱 我本来想继续打个招呼 没想到啊 牙洗过量了 物以类局 任意全分 结果第二天我看到新闻 警察竟然说出了钱的事情 肯定去高丽带那边去报卵 也许啊 他们那天约在那里放爪子 就是退张 结果一对盘 发现钱全没了 所以我不能去报警 我这报警不就自投落网了 就算警察那罐过得去 高丽带那儿 肯定也把我查个底调 西川 西川 你没想气死我是吧 聪明在那儿等了 还一个小时了 你想干嘛呀 坏了 帮他一跟二亲 愣着干嘛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来来 要不这样 你帮我跟聪明解释一下 我跟他改天再晕 我这好事没说完呢 你能不能分出轻重缓急啊 走走走 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你能不能靠好点脱啊 啊 你有急事 不给聪明打电话 至少给我打一个吧 我没想到回了这么久 手机没有信号打不出去 对不起 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要我说跟聪明说去 我我送你 我现在真不能走 你不知道 这个段一彬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他刚刚又给我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新线索 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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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想要展开的新人生 不负责任 不讲信用啊 随心所欲 但你看看现在自己这样 跟之前有人区别 不 你要是真觉得找李琴比聪明重要 你当初干嘛招人家 撒着谎变着花的 把人追到手了 现在对人这种态度 这不就你断一边的翻檔吗 我就是个混蛋行了吧 这么多的事情绕在一块 我也不想这样下去 我也不想辜负好聪明 可是我需要时间 把事情一点一点的捋顺 你能不能别再逼我了 别他们在这儿跟我装了 谁没问题啊 啊 好聪明这么单纯的女孩生活中 都一大堆大小麻烦 你跟我说对她是认真的 啊 大心眼里喜欢 我怎么就完全看不出来 你觉得你拿了你爸二十多万 帮他解决了戒约成的 好 那就叫认真了 啊 说难通点 你不还是靠你爸的钱 帮你解决难题吗 你他妈别指我 你拿了聪明这把锋利的剪刀 剪断的就是你的不安跟焦虑了 你的自私跟懦弱 验在你的血液里面叫嚣 想你改变人生的时候 拿人家出来消遣一下 不想的时候 就他妈躲在这儿 当缩头乌龟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你走吧 你等等 从小到大 什么事都你说了算 但今天我不想迁就你 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 咱们俩就掰了 什么就掰了 多大点事啊 你至于这么一分天硬帽 你就说你走不走啊 我不走 好 好 你就继续留在这儿 跟这傻逼鬼混吧 咱们俩今后 各走各的路 你是不是喜欢这好聪明啊 怎么这op 都不能不得了 就走不走啊 你怎么会给我 快咱们俩い了 我正好聪明啊 我上课也不失败了 你是不是 我现在都不得了 但那是你福里 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发布一段 由寻人者黄俊先生 为了找到他的爱人呼呼 特别制作的一段视频 呼呼 你在看吗